哈喽大家好 这期视频给大家带来 消失的光芒 大家看一下功率的话大概是20W左右 然后帧数的话35到45左右 哎呀 打 打不过打不过打不过 多少人 看一下帧数相对来讲还是稳定的 至少能保证30帧以上 这么 就有的时候我太明白一个道理 快走快走快走 你说一个僵尸带一包 哎呦我的妈呀 僵尸带一包香烟是干嘛用的 上上我上我上 这第一次玩这个游戏还不太 不太会玩 这在哪 我在哪里 我是谁 抱歉哈 我这个视角转得太快了 我逼你一下子 我逼你一下子 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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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 打不过打不过 这是让我做什么任务 拿解读剂 这个字体 这一桌应该是比较老 所以说字体的话相对来讲会小一点 但是看是没问题 快走快走 有能力上来呀 上来呀 你上来呀 上来呀 你上来呀 你上来呀 你让我下去我不下去你上来 帧率的话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稳定的吧 就是说 能保持在30帧以上 嗯 应该是没问题 不知道晚上怎么样 晚上帧数会降低吗 我现在看了一下 应该 我 来起来呀 你起来呀 起来呀 没有人吗 没有人吗 有一个哈 修一下修一下 修一下修一下 酒精 一个僵尸 带酒精 带酒精干嘛 金属零部件 这倒是有情可原 比如说 有些人生前是有带假牙的 肯定是有金属含量的 你看看 你看看你看看 一个僵尸 不学好 抽烟 抽烟 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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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吧 这个游戏我还不太熟 这边能爬上去吗 哦 摁住是吧 这个游戏啊 这个游戏啊 其实是和自己玩 看别人玩的话 一段机率都是很晕的 跳 貌似的跳到上面来 僵尸就不会袭击你吧 还是我太天真了 跳 我开的特效 我开的特效给大家看一下 特效的话 除了这个动态模糊没有开 然后这个景深是关的 因为 因为我个人不太喜欢景深 景深的话就是近景比较清晰 远景是模糊的 可是距离没调满 调满的话真是会相对来讲会低一点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全屏我用的是那个五边框 垂直同步关掉 其他的话都开的是最高特效 所以说应该算是最高准最高特效吧 都是没问题的 这游戏可以玩哈 好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好拜拜